最後一階段,就是試吃我們的焦糖鹹味冰淇淋 表面這樣看,上面好像麥片碎一樣 看味道都融合一向的套路 我知道怎樣解釋,一樣綠底都是環淇淋雪糕 然後加了一些焦糖帶點鹹味的糖冰,然後攪拌一攪,再放一些蛋捲碎 就是一杯新口味 我吃了一半而已,已經很濃郁了 可以說這杯冰淇淋是有一點點甜的 因為聽到焦糖都已經知道是甜的 原本它的環淇淋雪糕也算是有甜味 所以這個甜的雪糕再加上焦糖,大家可以想像到它的味道如何 多下我再評語 好的,我吃過剛才那幾樣新的口味,我來幫大家做一個評價 我首先講薯條,因為薯條其實只需要加過一勾錢 它就送一包辣椒粉,然後你自己搓搓搓搓 薯條就會多過麻辣的口味 所以它的辣度都算是中中的,不會說不辣 所以那個辣椒粉就加到薯條之後,不會說不配 它會令薯條帶一些,類似吃媽媽的BBQ的口味 但是它是比媽媽的BBQ粉辣多些少 也有少少鹹 所以給一些朋友,如果不太喜歡吃鹹的話 那個辣椒粉就少讀一點 接著下一個評價就是那個新的魚豆包 新的口味,它就在魚豆包上面 再加一些蔬菜,然後那個醬 可以有少許酸甜,酸甜不辣的樣子 所以我可以簡單解釋的是,魚豆包去加一些蔬菜 然後再加一些酸辣醬 讓大家嘗試一些新的口味 接著味道那方面,也不會說不好吃 也不會說太特別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鮮的口味,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它跟附送的水就不需要多更多 就是一些普通的鮮奶醬 接下來就要評價一下那個Storberry Pie Storberry Pie,跟之前的系列都是一樣 只有一種餡料改成Storberry醬 然後皮是脆的,然後裡面的材料就是換來 不會說不好吃,這個也是值得推薦給大家 它可以熟一些鹹子的口味 最後一樣,評價就是那個焦糖鹹水煲 所以它的吐露也是一樣的 是滑泥拉底,然後加上一些類似的焦糖醬 它的焦糖醬是帶一點鹹味 然後就是華麗娜雪糕加焦糖醬,插子鮮桿 就是這個新的口味 剛才我都簡單的說過 一般我們吃的華麗娜口味都已經是甜甜了 現在還會刻意放多一些焦糖在上面 而雪糕的甜味是可以去到什麼境界 所以如果喜歡吃甜的朋友 你們都可以考慮一下 買一個月試一下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輕口味 可能會覺得有點甜 但口味的東西比較主觀 可能我不適合 其他人適合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嘗試新的東西 不妨買一個月試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LIKE、SHARE和Subscribe 因為有兩日之前 我才會有這麼大的動力 做更多優質的影片給大家欣賞 Thank you Bye Bye